翡翠是什么?为什么翡翠有很多种颜色? 翡翠又为什么能够成为玉中之王呢? 今天我们一次性把翡翠的前世今生看个头 翡翠属于珠宝玉十四大类当中的玉 按照印度,玉可以分为软玉和硬玉 像我们新疆产的和田玉,它就属于软玉 翡翠就属于硬玉 翡翠的产地有缅甸,日本,美国,哈萨克斯坦,威迪玛拉等几个国家 但是达到保湿级别的翡翠只有缅甸有 所以我们也叫它缅甸玉,也叫缅料 缅甸翡翠在国外的集散地是曼德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瓦城 国内的集散地有明南的腾冲,瑞丽,广东的四汇,街阳,平州,广州 还有河南的南洋 至于翡翠这个名字,它源自于我国南方一种叫翡翠的鸟 这种鸟的羽毛它非常漂亮,有蓝,绿,红棕等颜色 一般熊鸟为红色,称作翡,雌鸟为绿色,为之翠 这种翡翠鸟它和缅甸玉非常像 于是人们就用翡翠鸟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玉石 也就有了红翡绿翠的叫法 翡翠的硬度是6.5到7.5,同样是翡翠 可为什么它的硬度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一个区间范围呢 这是因为翡翠原石它不是单一元素的矿石 它主要有硬玉以及纳洛灰石还有绿灰石来组成 有的还含有脚闪石、落铁矿、链铁矿等成分 所以根据所含成分的不同,它们的硬度也会有所差别 简单的说,种水越好,紧密度也就越高,硬度也会随之高 另外翡翠的颜色非常丰富 彩虹有的颜色它有,彩虹没有的颜色它也有 这是因为翡翠含有多种质色元素 比如说含有猛元素就有紫色 含有氧化铁就有红色和黄色 含有落元素就有绿色 这么漂亮的翡翠,在清朝以前却不受人待见 人们都只是把翡翠当作好看的石头来对待 南登大雅之谈 后来还是因为清朝的乾隆皇帝他非常喜欢翡翠 于是就亲自把翡翠命名为玉 从此翡翠一举超越和田玉,变成玉中之王 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乡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我们这样近八千年的玉文化 我们的玉石雕刻工艺那更是独步天下 所以翡翠在经过我们中国玉雕工匠的雕琢之后 脱胎换骨,不仅有着天然美,更有着艺术美 从而大受追捧,成为我们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翡翠